上一期我們提到了遠古戰爭之後 但其實事情還沒有結束 總有一天魔王會解除封印再度回來 為了避免世界會再度毀滅 海莉亞女神準備了兩個獨立計劃 之後在種下神聖計劃的種子後 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 女神海莉亞時代結束 而海拉魯世界也進入了天空時代 這也是整個玉天之劍的故事劇情 對我而言這可能是系列做最好的故事之一 就讓我們一起來看看薩爾達傳說的歷史 天空時代所發生的事情 脆弱的和平持續了約有千年 當初海莉亞女神深入天空的島嶼 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小型的天空城市Skyloft 這是一個有著空中文明的空島 有酒吧、商店、甚至是騎士學院 天空時代裡Skyloft的人騎著洛伏特飛鳥 在每個空島之間旅行 洛伏特飛鳥是非常聰明的一種鳥類 每個天空人都會與他們的飛鳥 終身綁定成一對 形成特殊的人與鳥的關係 這也是在之後的時代為什麼 海拉魯的王家徽章會是翅膀形狀 就是來自於這個傳統 在天空中的人們裡面 薩爾達是騎士學院校長的女兒 林克則是一個學生 林克和薩爾達是非常親密的青梅竹馬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林克有個競爭對手 那頭髮非常奇怪的巴多 三人算是一個三角戀關係 儘管看起來巴多只是單方面的單戀薩爾達 在學院的年度活動成鳥儀式 薩爾達被選中扮演女神海莉亞的角色 而飛行比賽則會決定哪個學生 將扮演角色被女神選中的英雄 顯然林克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並得到了女神披肩作為獎勵 女神披肩據說是很久以前海莉亞 將披肩贈送給了被選中的英雄 但這個披肩則是薩爾達 自己在儀式結束後親手製作的 儘管如此 因為種種原因其實效果是一樣的 女神披肩是很強大的一個道具 擁有女神披肩的人可以安全的降落到地面 這個道具其實被很好地保留到了萬年後的曠野之息 國王送禮的滑翔翼雖然沒有名獎 但我認為其實這就是女神披肩的皇家寶物 儀式後這對小情侶一起在天空飛翔 他們在傍晚的天空中翱翔 但突然她被一個巨大的龍捲風從天空中摧飛了 薩爾達就此消失了 林克則失去意識被飛鳥送回了Skyloft 無意識的林克再次陷入一個奇怪的夢 這個神秘的聲音告訴她現在就是她覺醒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而林克就是關鍵 這個幽靈般的人物再次出現在Skyloft上面 她尋著夢中見到的身影來到女神雕像的內部 看到了封印許久的女神之劍 原來那個幽靈般的人物是寄述於劍中的精靈法醫 法醫認定林克就是海莉亞女神認定的勇者 在這裡也可以發現過去那些發生於大地上的歷史 其實逐漸成為生活於空中的人們口中相傳的故事 法醫將翡翠石板送給林克 當她被放置在基座上時 她會打穿分隔大地和天空的雲屏障 如此一來 林克就可以踏上尋找薩達旅途 而沒想到的是 這也變成了成為勇者的旅途 來到大地的第一個地點 是森林內一個奇怪的深螺旋圍繞火山口 前方是一座被遺忘的封印神殿 其實這神殿就是古代建造的海莉亞女神神殿 這個大坑就是遠古之戰的魔王被封印的地方 被封印者的形體和他的黑暗能量 不斷地從像是地上的尖刺中流出 暗示著古代魔王似乎在慢慢的覺醒 在封印神殿裡面遇到一個神秘的老婦人 他駝背 而且蠻在尖頭董篷下的辮子特別長 他斗篷背面的符號是西卡族的標誌 真實之眼 這強烈暗示了他的真實身份 老婦人透露他已經等了多年 以便他可以領導林克的旅程 於是林克前往費羅尼森林尋找薩爾達 當林克穿過迷宮 解決所有謎題並來到天望神殿 直到一個迷樣人物的出現 或者說是一個陰險的物品、事物 吉拉希姆 他自稱自己是魔主長 他不但驕傲 而且超瘋狂和暴力 吉拉希姆也透露 是他將龍捲風送上天空 把薩爾達打入大地了 然而一位女神的仆人 從他的手中奪走了薩爾達 而薩爾達現在就在天望神殿的門外 憤怒的吉拉希姆用一把彎高般的黑色劍 與林克展開戰鬥 但最終林克還是擊敗了他 只是林克踏入外面的泉水時 薩爾達已經走了 但法醫還是傳達了來自遠古時代 女神海莉亞留給英雄的指引訊息 該訊息表明天空巫女薩爾達 必須在另外兩個神殿的泉水 進化她的身體 也就是大地神殿和十隻神殿 於是林克來到奧爾丁火山的大地神殿 終於看到薩爾達 但旁邊站了一個高大的神秘女人 這位就是女神的仆人英帕 英帕是星卡族的成員 以及海莉亞女神親定的護衛 她從海莉亞女神的時代起 就是女神忠心耿耿的仆人 英帕在歷代遊戲裡面都有出現過 這也慢慢的成為定番人物之一 這我們之後找個時間再來介紹 薩爾達注意到了林克 並仕途朝他跑去 但被英帕攔住了 英帕堅持認為他們應該專注於未來的任務 並且把林克罵了一番 雖然這裡還不知道薩爾達的任務為何 但林克還是循著大地神殿裡面的時事 穿越迷宮和地城之後 來到納涅爾沙漠的時間神殿 英帕和薩爾達準備穿越時間之門 這裡要注意一點的是 這不是我們十字體當中 我們熟悉的那個十字神殿 這其實是一個更古老的建築 十字神殿是後來的建築師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後來吉拉欣武出現並偷襲 林克跳入戰鬥阻擋吉拉欣武 而英帕則趕快叫薩爾達進入十字門 並且把十字門炸毀了 而且告訴林克到封印神殿去拜訪老婦人 就在林克前往封印神殿的時候 不小心帶來另外一位神秘訪客 但我會說另一位拯救世界的英雄 總之在老婦人的幫忙下 林克召喚了第二個時間之門 這是這個世界上的最後一個 為了喚醒他 必須用隱藏在各個區域的三道聖火 來鍛造女神之劍 女神之劍才有權力打開十字門 但是被封印者卻在這個時候覺醒 這是一頭巨大全身帶鈴片的野獸 我自己感覺看起來比較像海參 假如他逃離了封印之地 被封印者將會復活 那世界就會再度毀滅 林克在漫長的戰鬥之後 成功砍倒被封印者 並且將那個釘子 重新釘回他的頭部 將其封印起來 但不可避免的 被封印者 他還是會回來的 為了知道三道聖火的位置 林克將燈塔注入能量 能量發射一道光芒 進入了基於雲裡面 師島就只出現 而法醫則會在那裡 傳達了來自海莉亞的訊息給林克 有關聖火位置的詳細訊息 並教導了他肅情的歌曲 林克必須完成三個獨立的試煉 來取得聖火 不只如此 在聖火的精神試煉裡面 取得女神的遺物 這些遺物是水龍靈片 可以在水下游泳 爪鎖 是一對可以射擊的鉤子 還有能保護他 免受高溫影響的耐熱耳環 在經過三種試煉之後 劍刃終於轉化為傳說中的大石劍 大石劍的由來就是法醫對於林克的稱呼 這把劍也從女神之劍成為真正的勇者之劍 回到封印神殿的林克準備開啟十字門 但被封印者又再次掙脫 只不過這次不同了 巴多這傢伙根本大建築師 他居然打造了列車炮 在巴多的幫助下再次壓制了被封印者 至此巴多整個完全洗白 最終林克終於能夠喚醒十字門 能打開的時候一排排轉動的齒輪 就像一個大宗的構造 連結到了遙遠的過去 回到了女神海莉亞的時代末期 海莉亞在遠古之戰之後才剛剛封印了魔王 並且剛剛將土地伸入天空的時候 現在林克所在的位置就是海莉亞神殿 林克終於與薩爾達相聚 薩爾達卻解釋了女神的兩個完美計劃 海莉亞女神啟動了兩個計劃 第一個是創造了法醫 她會栖息在女神之劍中 就是幫忙英雄在未來的旅程來拯救世界 但英雄是有可能失敗的 這我們在之後十字俑者的時代會更清楚明瞭 失敗的俑者對整個歷史帶來的重大影響 所以還有第二個計劃 海莉亞放棄了她的神格 以便有一天她可以重生成為凡人 這原因我們在上面一起提到 三角力是黃金三女神遺留下來的產物 只能被凡人使用 神是無法使用黃金三角力的 所以女神必須轉身成為凡人 薩爾達就是女神海莉亞自己的轉身 所以這兩個計劃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而設計的 目的就是使用三角力來擊敗魔王 為了讓這兩個計劃也有連結 讓這計劃可以確保成功 這也就是計劃中的陰謀論 海莉亞利用了林克重視薩爾達的心情 海莉亞知道林克為了薩爾達一定會排除萬難 事實上也的確是如此 林克從冒險中的所有媒體中學到了智慧 她通過磨練和鍛造出她的大師之劍獲得了力量 克服了女神給她的精神考驗獲得了勇氣 擁有這三種特徵的林克成為了配得上可以使用三角力的勇者 這也是為什麼林克的手發光 並帶有完整的三角象徵 接著薩爾達回到了祭壇上 逐漸被琥珀包圍成為鎮壓魔王的封印 並且和林克約定好 一定要喚醒我喔 就陷入了千年的沉睡 等待千年後的林克的誕生 在這裡我們先討論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 首先假如不正確的人 也就是沒有力量、勇氣和智慧的特質 擁有三角力會怎樣 時事儀的加隆多夫 當他闖入聖域必堅住三角力時 三角力會破碎只留下他最能體現的力量 而其他兩個則會被林克和薩爾達 通過證明自己擁有另外的特質 而擁有三個特質的玉天之間的林克 可能是歷代最強的林克 因為他能夠使用三角力 甚至可以一勞永逸的直接毀滅魔王 第二個是女神探先渣的對吧 海莉亞女神知道林克對薩爾達的感情 林克會不顧安危的做任何事情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都說林克就是個工具人喔 還記得大地之群林克遇到薩爾達的時候 為什麼薩爾達說無法跟林克說原因呢? 因為他需要誘導林克去進行下一次的試練 薩爾達對於操縱了林克的感情 有沒有感到很抱歉? 老實說我不知道耶 因為那只是身為女神的職責而已 從這一點開始在遊演的過去 一直到今日的曠野之行 哪一次不是操控林克對薩爾達的感情呢? 不過不論哪一種 這計畫都是完美的計畫 而且薩爾達是可以醒來的 因為他不需要保持這個封印 只要魔王可以被消滅 儘管得知事實的林克呢 大概需要五秒鐘來處理內心系 不過我覺得啦 他的內心世界應該崩潰了吧 但勇者畢竟是勇者 林克只是點點頭 然後繼續他的旅程 回到現在的時間點 老婦人透露即使在今天 薩爾達仍然在那個門後面 他依然被密封在琥珀之中 其實在之前的封印神殿考察影片中 國有透過門的裂縫看到薩爾達的琥珀水晶 其實在設計上面來說 這門給你開一點點 就是在偷偷暗示裡面有些什麼了 而遊戲裡面要你一直尋找的薩爾達 其實就一直在門後面而已 回到故事件 為了拯救薩爾達 林克回到天上 大精靈娜麗莎是一頭 被可怕寄生蟲折磨的巨大飛天鯨魚 解救了大精靈娜麗莎 並得知勇者師哥的事情 想要獲得三角力 就必須找到三龍 每隻龍都擁有一部分的勇者師哥 把關鍵的勇者師哥找到 就能知道三角力的位置 於是林克又再度回到大地 不但跟巴多三度擊退了被封印者 從三龍那裡學習了師哥的每一部分 並回到Skyloft 通過了女神的幽極精神試煉 取得了試煉印記 來到了那隻獨眼鳥雕向前面 將試煉印記裝了上去 然後一個小砲彈 伴隨著一段沉默 終於打開了最後一個迷宮 女神設計的用於龍那三角力的迷宮 原來三角力也一直就在女神向的下方 繞了這麼一大圈的試煉 最後還是回到了起點 同時也是終於 空之塔是遊戲的最後一個迷宮 匯集了整個遊戲中所有迷宮的元素 在這裡林克找到了智慧、力量和勇氣碎片 最終完成了擁有整個三角力的神器 林克站在大女神雕像上閉上眼睛 許下了千年前女神計畫好的願望 三角力發出耀眼的光芒遍布整個島嶼和天空 女神雕像所在的島嶼從Skyloft墜落 直接落落到了蜂蜜之地 將魔王直接壓在雕像之下 隨著黑色光能的消散 魔王的確是被三角力的力量徹底毀滅 而薩爾達也被喚醒 兩人完成了他們偉大的千年任務 兩人也墜入彼此的懷抱 但是事情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吉拉希姆的出現打破了這個歡樂的時光 他綁架了薩爾達並透過十字門回到了千年前 目的就是用薩爾達的女神之力來復活魔王 雖然魔王在這個時代可能已經死亡 但過去的他還活著 儘管另外一位勇者巴多 鼓足了勇氣阻擋 但可惜他太弱了 吉拉希姆回到了過去 準備在過去復活魔王 林克趕緊進入十字門 過去的鷹怕也無法阻止所以倒在地上 就在林克突破一堆魔物 抵達封印之地的最深處時 吉拉希姆其實已經完成了儀式 而吉拉希姆其實就是魔王的計畫 吉拉希姆可以說是與法醫一樣 他是劍的化身 劍中的精靈 保管著魔王的死亡之刃 而且他的對話框背景中海利亞文字就是指Sword 儀式最終被完成了 魔王也出現了他原本的姿態 名為終焉者 復活的魔王宣告這世界將成為他的所有 所有的人類生物見到他只有逃跑的份 但林克卻站在他的面前一定要挑戰他 如果林克落敗 那世界一切都將稱呼他 任何反抗魔王的人都將被無情的殺死 除非林克可以在最後的戰鬥中獲勝 魔王給了眼前這位勇者一個機會 他準備一個地方來款待他的挑戰者 這地方是一個奇怪的祥和領域 和一片空無遺物的天空 天空倒映在看不到地平線的潛水池當中 就像是暴風雨前的寧靜一樣 之後畫面突變 就像延續千年前魔王與女神的戰鬥 但最後隨著林克騰空而起 大事件繼續著隨之而來的雷霆之力 與本身驅魔之力 林克終於擊倒了終焉者 並將其消滅 但終焉者在死前留下了勇士詛咒 他就變成聖恨與怨念的化身 在未來不斷徘徊 擁有女神之血與勇者之魂 將無法擺脫這個詛咒 直到永遠 這就是薩爾達宇宙裡面 邪惡與希望 黑暗與光明的循環歷史的開端 因此你在曠野之息裡面遇到野獸佳濃 他的名字就是憎恨與怨念的化身 這也呼應了玉天之劍裡面所有罪惡的源頭 中焉者所留下的勇士詛咒 所以即使曠野之息續集中 我們可能會遇到加農多夫並擊敗他 但海拉魯的折磨最終會結束嗎? 我認為不可避免的黑暗還是會回到海拉魯市 因為這是宿命、是詛咒 是永遠擺脫不掉的 擊敗中焉者的林克帶著薩爾達回到了現代 劍之精靈法醫雖然被創造 只是為了實現一個目的 作為女神在替勇者在旅行中所創造的工具 但他記錄與林克之間的寶貴數據 他覺得有些事情是他無法做到的 但他確定有一種喜悅的感覺 法醫就隨著大事件而再度陷入了生命 所以你在歷代遊戲以來 其實法醫一直都在 就看老任願不願意讓他再出來就是了 老夫人最後說了一句 看吧我就說最後會重逢了 所以他就是贏帕 憑藉著精神意志力等待了千年直到薩爾達出現 就像神廟裡面的導師一樣 在任務完成之後他就消散了 之後薩爾達與林克兩人站在巨大女神像手中 最後薩爾達決定要留在這片大地 天空的居民也回歸了大地 由於和女神海莉亞的關係 而他們的後代就被稱為海莉亞人 這片土地也被命名為海拉魯 並與古代一直生存在大地的其他種族共存 於是天空時代結束 海拉魯的歷史進入混沌時代與繁榮時代 混沌時代我們暫時不提 後面曙光公主會再提到 而在繁榮時代薩爾達的後裔建造了海拉魯王國 他們建造了海拉魯城堡 多年後許多皇室成員因為是女神海莉亞的血緣 所以擁有特殊的力量 因此只要出生於皇室的公主就會被命名為薩爾達 海拉魯準備進入到下個時代 會來到縮小茂跟世人之間的元曆時代 這次的歷史系列《天空時代》就到這裡結束了 對於影片內有任何疑問歡迎留言跟我說 至於《一天之間》裡面的時間悖論 我會再找時間做一起來談看看 如果你喜歡請留下一個讚或是訂閱我 而想知道更多的朋友們 在薩爾達Wiki你也可以看見許多的補充資料 我是阿陽 我們下次見 掰掰